推背图是一部神秘预言奇书,传说是唐朝贞观年间李淳风和袁天刚所创。 其主要内容预言了唐朝籍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。 相传啊,袁天刚很小的时候,就跟随他的叔叔袁守成学习像术了。 关于袁守成呢,如果大家看过西游记那一定不陌生,他就是那个能够窥探天机,知道何时会下雨而且时辰点数都分毫不差,因此还和金河龙王打赌。 害得金河龙王身手易触的算命先生,叔叔都这么强了,侄子能差到哪儿去? 袁天刚不仅得到袁守成真传,而且还清出于蓝而胜于蓝,后来袁天刚还跟随孙思淼学习医术,让他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。 不仅如此,袁天刚还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东西融汇贯通,天文学,星象学,像术学,阴阳五行学籍于一身的袁天刚,更是成为当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 相传在袁天刚步入仕途后,曾担任洛阳认字管令,袁天刚出到洛阳时,居住在清化坊,此时他的像术预测就已小有名气,所以前来找他看向的人络绎不绝,又一次杜燕,王规,围挺三位,才子也来请袁天刚看向。 袁天刚预言,三人都会出人头地,成为国家栋梁,他预言,杜燕将以文章显贵而名扬天下,而王规不出十年也将官至无品,围挺面相如虎,会成为一名将军,但三人又都会晚节不保,围官后都会遭遇贬畜,最后还会在这个地方再次相遇,后来袁天刚的预言,果然应验。 在唐高祖武德年间,杜燕以世遇时入选天策学士,由太子李建成举荐王规当上无品太子中原,围挺出任武官左卫帅,三人正当仕途一帆风顺时,没想到受宫廷政变牵连一起被贬卷舟,果然又在洛阳相聚了,袁天刚的预言都一一应验,相传啊,袁天刚是一个非常热爱 游历人间的人,有一次他来到山西闻水县,看到有一户人家宅院上空被一片降云笼罩,而这户人家便是武则天的老家,这一看就是吉兆啊。 他断定会有大富大贵之人在这里降生,于是他准备前去看个究竟,果然这户人家的女主人正身怀六甲,而且用不了多久便要出生了。 袁天刚连忙祝贺说,此子必定大富大贵之人,若是生女当为天子,众人都只当他是在开玩笑,都不以为然,因为自古以来女儿家造反事从来不曾出现过的,自然也不会轮到他们家,即使生了女儿又能怎样? 没过几天,这夫人果然生了一个女儿。 众人又才想起袁天刚说的话,如今果真生了个女儿,难不成真像袁天刚说的那样,这岂不是说明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会造反,弄不好,全家都要跟着遭殃,众人都吓得不轻。 为了掩人耳目,五母杨氏给女儿换上男儿的衣服,让他以男儿的面目面对世人,这时袁天刚又来到武家河时他的推测。 但是武家的人却矢口否认,说自己生的是个儿子,怕袁天刚不相信,还特意把穿着男儿衣服的小婴儿抱给袁天刚看。 袁天刚也知道武家的用意,也不好再多说什么,只说了句,使男儿也当是位贵人。 目的是让武家人不要担心,当然后来的结局大家应该都清楚了。 长大后的五妹娘进了后宫,成为皇后,成为大唐十纪的掌权人,最后又先后废掉了显旦二帝,自称皇帝,改唐维州。 坐实了袁天刚的预言。 有一次,唐太宗李世民召见袁天刚,正好赶上天降意向,太白星在大白天也能清晰可见。 李世民也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,于是就让袁天刚来推测福祸,袁天刚就和他的弟子日夜推算,最终写成了太白会运逆照通代祭图。 据说这份太白会运逆照通代祭图就是推背图的前身。 而推背图更是推算出了大唐过后两千多年的国运,其中一条预言,却让李世民寝食难安。 那就是帝传三代,五代李星,这句话为什么让李世民如此烦恼呢? 按照袁天刚的预言,大唐会在第三代帝王时溢主,这个主不是别人,正是姓武之人。 放眼宫中,五姓之人也只有五妹娘,一人而已。 袁天刚还说,此时这个五姓之人已经成器后,他代替李家掌管,天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,是人力无法干预和改变的。 如果强行改变天意,那么大唐的江山,可能就要终结在此了。 虽然李世民对这个五姓之人心存芥蒂,但既然人家袁天刚都这样说了,自己又怎么好违背天意呢? 或许这也是李世民明明知道五代李星,而一直没有诸杀五妹娘的原因吧? 当然事实证明,袁天刚说的是完全正确的。 武则天称帝之后,大唐在他的治理下,更加的繁荣昌盛。 为开元盛世的开创,奠定了条件,相传在武则天晚年,在全国各地寻找其人异事,为自己选择领旨。 选来选去,还是选到了袁天刚和李淳峰。 袁天刚和李淳峰接到圣旨后,在全国各地到处寻找合适的地方。 最后袁天刚选择了梁山,并放了一枚铜钱在哪里当作记号。 而李淳峰也恰好选择了梁山,并用一根针插在那儿当作记号。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,那根针正好插进了铜钱的钱孔里。 这种巧合只怕是钱无古人后无来者呀。 于是武则天就把钱龄修建在了梁山,至此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,钱龄依旧完好无损地被埋在哪儿,从来没有被人盗绝过。 有人说是袁天刚和李淳峰选择的位置太特殊,以至于让后人都找不到钱龄的入口。 也有人说是他们二人给钱龄下了咒语,所以才让后人无法找到。 但是根据相关史料记载,袁天刚如果在公元六百四十五年就已经去世了。 而那个时候李世民都还健在,按理说袁天刚是不可能会给武则天选择陵墓才对。 当然也有人说袁天刚活了三百岁,但是这种话可能性极小。 关于袁天刚的寿命呢,历史上找不到确切的证据,各种说法都有道理。 但是相传袁天刚死于公元六百四十五年可信度最高,根据相关史料记载,在贞观十九年,也就是公元六百四十五年, 一向不喜欢在朝廷上与人周旋的袁天刚请辞回乡。 唐太宗也答应了他,并让他担任活井县的县令,在回乡途中,护送他的朋友问他, 你最终会当上什么官呢?袁天刚笑着说,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,就在四月,你说我还能当上什么官呢? 但是此时的袁天刚却是神采奕奕,荣光焕发,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。 所以,朋友也只当他是在开玩笑,也都不以为然。 然而到了四月,袁天刚却真的死了。 死后,就葬在了故乡白鹤山。 关于袁天刚的死有很多离奇的传说,有人说他是得道飞生了,也有人说他其实并没有死,只是到深山隐居了。 但是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? 我们不得而知,袁天刚以他精准的预言而闻名于世,他创作的推背图更是一部奇书,关于他的传说也是层出不穷。 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,不能作为考究历史的证据,我们还是应当相信科学,坚定科学的理想信念。 而对于玄学,我们也应该迟疑保留态度,相信他并不会孤独。 推背图2031年预言,推背图中推算2031年的时候,中华会统一。 这样预言会成真吗? 袁天刚在隋朝末年的时候,推算出隋朝会灭亡,并推算出了唐朝时期的重臣,在算完这一挂后,他就隐居家乡了。 没想到他的推算都应验了,袁天刚就这样开始出了名。 据说,袁天刚在看到婴儿时期的武则天时,就已经知道了他未来会当皇帝,只是在封建社会,说一个女性会当皇帝,谁都不相信他。 中华民族现在还未完全地统一,到2031年的时候,结果会如何?人们都无从知晓。 预言两千多年后未来,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谁都敢做的。 袁天刚敢预言这么久远的未来,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见证这个预言会不会成真。 现在玄学还是一种学问,但是已经不被提倡了。 比起预言,人们更相信科学的力量。 收代表 深 hi 你们 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